好,各位傳媒朋友,想回應一下今天梁振英就著一份傳媒的回應,就轉所謂早前一個政協,蔡冠芯,提到大灣區人的概念 有一份媒體有回應,有一份社論認為這樣的言論是為討好北大人妄顧香港的根本利益,活脫脫出賣香港的茅策 很奇怪,梁振英很認真地作出一個很大的反應,他認為作為概念來說,這是沒錯 並且覺得用這樣的方法去否定大灣區人播放一種獨港的思想 我對於他這個說法是有少許莫名其妙不滿的 主要原因其實我是同意有關那個評論的說法的 為什麼會覺得大灣區人是有問題的呢? 是不是出賣香港呢?我覺得可以再討論,看看去到什麼程度,但肯定是矮化香港 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過去一直以來獨立自主的經濟區 過去一直有一個多元化的產業,有一個有活力的產業 如果大家記得80年代開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上了一課 就是工廠以至製造業北移,帶來的惡果,其實現在香港已經面對 主要將我們的產業單一化,集中去投資、金融、炒賣、投機方面 令到社會去了M型的狀態,亦都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覺得令到整體社會的出路是減少的 大灣區計劃呢,我覺得另一樣東西比較差的地方 就是香港是進一步被規劃,失去了競爭的自主性 從而令到香港只是提及到的產業單一化 騙殺了多元經濟的發展機會,阻礙平衡產業的發展 和長遠的香港出路競爭力,都是構成一些不好的結果 梁振興就質問,大灣區人是甚麼問題 這樣做是否獨港,推動這些東西 我覺得梁振興就很奇怪,這個當然有問題 問題在哪裏呢,其實香港人作為世界公民 有機會的地方自然會去的 我們香港人去到世界各地都是有競爭力的 根本就不用梁振興教我們 但是現在的狀態就是我們出現一種 我們只是輸出人才的狀態 連我們的特區政府都同意這件事 你試想想,如果我們香港的資源培育出來的人才 只是輸出外地協助大灣區協助其他地方去發展 到最終你想想在人口政策方面 人力資源政策方面 以至種種,就算是房屋政策等等 會帶來甚麼惡果的後果呢 那麼淺明的道理,他都不明白 我們作為政府是否應該挽留多些香港人才 留在香港做建設 我們投資這麼大的資源去培育一些專才出來 是否應該在香港推動本地的經濟發展 政府是否應該做多些工夫 在產業的推動方面可以挽留人才 而不是一味就說機會在外面,請你出去 那倒過來看這個概念就是 不斷輸出人才 令到香港競爭力一進一步削弱 我覺得整個說法很不智的 更加反智的地方就是 竟然我們有大量的官員 大量的政協 以至我們的前特首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走出來 就要主動鼓勵香港人要北上 我覺得感覺居心何在 是不是因為香港面對很多內部矛盾的問題 無論是房屋、經濟、社會流動機會缺少 政治壓力等等 他認為把所有人都推走 就等於解決到問題 這種抬掉政策我覺得很差 最後換言一點就是 CY特意強調一個叫獨港的說法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但我就這樣看完 我覺得是獨港來的 是應該獨港的 為什麼呢 香港有獨特的競爭力 一個獨特性的香港是絕對需要的 我覺得 我不希望看到香港 失去了我們國際大都會的特色 反而變成了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 變成整個經濟體裡面的其中一顆螺絲 我覺得對香港擁有獨特的競爭性 是沒有幫助的 我覺得整體來說 政府是短視錯方向 也都沒有責任 我不知道CY是否現在升上神台 太快做了政府主席 撐伸了頭 這麼淺明的道理都不明白 還要說一些聽下去 比較惡毒的說話 大家都知道 讀港港的這些字眼 無論你怎麼轉 都是有一種這樣的意味 我作出這樣的回應 謝謝